知道了嗎 大家好 我是Gogo 大家好 我是Dodo 大家好 我是Dodo 這個頻道是中國的感想影片 提供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多點訂閱 今天的影片 最近Dodo歸了日本嗎 對 只剩下的影片 所以今天影片 我會想跟Dodo歸了 在疫情之後 從日本到日本 各種感想 請問一下 這一次主要 然後還是 因為見見朋友為主 不是觀光什麼的 然後我就 Gifu 名古屋 京都 東京 Gifu 近距離 去了很多地方 哇 這一個旅程有點相當於 是從日本的農村 到東京まで移動 然後就一直去Gifu的周邊 因為朋友開車 去了 滾酒 那天下雨 這是去觀光的 算是去玩 棍球這個地方呢 它是可以邊走路邊喝酒的 但是你在別的地方 是不可以的 就只有這個地方可以 所以是他們家的文化 就是邊走邊喝 好漂亮 好漂亮 因為這個駿上的水是很出名 是很漂亮很清的 是啊 是很漂亮 但那天是下雨 灰色的 我的自拍好看嗎 好厲害 那怎麼拍的 是太乾了 就是金卡 我就說 你一個人也是玩得很開心 嗯哼 這個就是那個很出名的 Gifu Joe Gifu Joe 這是叫什麼 Mihama 這個是海鮮BBQ 中午的時候 這就是京多 好漂亮 到處都感覺乾乾淨淨 那乾淨日本是很乾淨的 除了什麼池袋啊 這個是山上的咖啡店嘛 然後我是爬到山上面最高 才發現這個是在山下 但是也要開車 那個路是這樣的 漂亮漂亮漂亮 這是什麼 祭祇 但是這個好慘的家人在旁邊笑 我覺得 可愛 這是名古屋的 廚家料理 我大愛的店 台灣料理 你知道松尾蕎吧 就是台灣拌麵 是名古屋的名物 是嗎 那從禮物到東京要多久 三個小時吧 那也還好 那也還好 確實啊 日本真的一都 然後就開始看花火了 花火 然後就開始看花火了 這種態度就是那種 中文有一個特定 你需要去買票 然後表演那種去看的 不是說這個是要買票 如果沒買票 你就要在外面看遠景 去了東京也是見朋友嗎 更多吧朋友 就都是見朋友是吧 主要是 我去了新開的這個 書店 不是 在代觀山 新開的一個建築吧 算是 你知道這個 建築那肯定它也要做點什麼呀 裡面的店沒有全開 但是這個超好吃 好像商場那樣去那裡嗎 算是吧 我在東京的時候都是下午 自己逛一逛 朋友下班了 我趕緊去 這個就是金魚展在銀座 也是要買票的 好漂亮啊 好漂亮 晚上馬斯里又來了 很好玩 這個不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什麼意思 Betalashi 為什麼叫Betalashi 我真的不知道 這裡燕蘿蔔出名 這是色谷 怎麼可能燕蘿蔔不知道 然後最好笑的是 這家店 我排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確實啊 它就是跟中國的雞蛋仔很像 但超多人排隊 經過人都說 欸 那麼好吃嗎 我說啊 我也是一樣的 然後他就洗牌 對這種東西 羊群效應 又沒吃過 我沒吃完我朋友說 欸 欸 但是吃虧了 我說 所以一般沒有排隊 我絕對不去 但是它是很有名的牌 再有名有排隊 我就不去 也不至於好吃到這麼排吧 沒有什麼東西能夠 這個是我住的附近 我這一次住這個葛市區 然後我就想去那裡嘛 就想說啊 西融蝸的感覺 西融蝸的感覺 不知道西融蝸的感覺 西融蝸的感覺 然後就是大概這樣子 對啊 這種地方就我覺得很好啊 很喜歡這樣的感覺 也很喜歡這樣的地方 所以整體的話 你覺得日本 從你疫情前 你不是經常去日本嗎 嗯 然後到疫情後 現在去 有什麼變化嗎 太大的變化 其實沒有 但是首先遊客少了 中國人的遊客少了 外國人 外國人也不多 但是有 巴善的人比以前少了 有可能走得很快 有可能是我老了 是的 因為以前那麼多年 我總結了 在元素的話 我以前在元素慢慢走嘛 那邊會有很多星炭 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如果是社谷的那種 社谷跟星蘇 他們都是找AV的那種的嘛 哇 社谷還有啊 我就說不是 不是日本人 然後他說真的嗎 我說真的啊 這次也有 然後 但是少了很多 現在日本的物價 跟中國比起來 差不多吧 加上 所以日本的日元 現在AV 如果你買東西的話 其實還是比較好的 你都有買了什麼 我現在 老實說 我過了那種以前 很有購買慾的時候 第二我這一次 沒什麼時間 我看到網上好多人說 因為這個廢水事件之後 會被沒收食物 就是入關的時候 所以我不敢買 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從日本帶回來 自己買自己用的 送人的也會被沒收 會這麼說 所以我沒敢賣吃的太多 我只敢在機場賣 然後吃東西 就感覺是跟中國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中國的東西不便宜啊 對呀 對呀 所以一餐的話 你大概吃多少錢在日本 兩千元 就像你一個甜品 甜品還是差不多三元 如果買那種很便宜的東西 就像以前的睫毛膏 以前的匯率買六點多 五六點多的時候 就快要一百塊嘛 現在一看六十塊 好便宜啊 幫助睡眠的 買了好幾款 去的第一天就買了 因為我 我在香港去的嘛 我在香港三天 只睡了五個小時 但是 這個是幫助睡眠的 說是這麼說 但是 但是我一回到日本我就睡的超好 所以沒怎麼喝完才帶回來的 對你來說 日本和中國是哪裡 可以住口的嗎 我看的哪兒都可以住口的 為什麼 中國是很容易的 每个地方都很便宜 但是在日本的购物都很便宜 很多公司 近车的电梯都很便宜 虽然这一次第一天我觉得超不方便的时候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现金了 包括中国的或者日本的 我那天就是我要去那个自动贩卖机买水 胃痛刚好第一天很晚 我在找那个硬币 就我以前用剩的 我找超久 大概找一百三而已 就太久这一点不是很方便 你知道中国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的吗 这一点 当然你可以用斯伊嘎也可以 他们现在有配配吗 但我没有配配吗 我就只能用现金或者斯伊嘎 他们像那种电视机器的话 应该也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能用吧 对 像你们去那些比较 像寄宿 是 寄宿 寄宿 那个吃东西的地方很多都已经有 寄宿 寄宿 但是寄宿的寄宿是可以 寄宿以外 然后那个叫什么 寄宿也不行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东京京都就全部都可以 但是你小钱的发不行 东京的话 WeChat也可以了 便利店 所以你用剩的那些就很想用掉 所以你就拼了命再找 我懂 就像我当时去日本旅游回来 不是还会剩一些Coin吗 对啊 我就是那些Coin 很重 就是很想用 对啊 放哪呢 就感觉它已经没用了 所以我这一次最想用啊 对对对 就你500多的时候 确实不方便 一个一个找那个 最后只够400就觉得 对啊 然后又足够了 对 找了半天就说 我比较喜欢那种大自然的地方 就是让你推荐 你觉得推荐我去哪里比较好呢 嗯 哪里吗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农村 你可以去青生 什么都没有 我说了 听过 好 木铃 木铃也很好 白山香你可以去啊 冬天也很漂亮 夏天也很漂亮 那边也附近有那个夏里温泉嘛 那边温泉很多 那边的木铃的水很漂亮 因为中国我是不泡温泉的 那个日本的朋友还在问我 我说 我说可能是 这里的是热水吧 泡完的就身体都是 因为有硫磺 那不滑滑 但是日本的泡完就滑滑 加上我不想跟大叔一起泡啊 你想跟大叔一起泡吗 有那种独立的呀 有那种独立的呀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回家泡温泉是那种独立的 那是热水来的 那是热水来的 不是 不是 是刘环 你们那边的吧 你去广州那个不行的 哦 广州 周末要陪朋友去过去的可能很无聊 像你这种走遍世界的 你对这些都 嗯 嗯 嗯 对对对对 对一些东西会 嗯 要求会很高 然后我的日本的朋友 我就说 我吃辣是广州境内没输过 他一直带我 大变天下无敌手 那也不至于 但是他就带我吃各种辣的东西 然后就这样看我 那可热呢 可热呢 我又好吧 普通 嘿 真的吗 我说 热呢 全然 嗯 然后他就是 他说 ちょっと試一下 啊 啊 我吃一口 他以为我是装的 那样 太搞笑了 では 今日の動画はここまでです 皆さん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このチャンネルもしおもしろかったら 高評価とシュートして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では 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 by bwd6